黎明前妻乐吉尔自从离婚后 群下之城停不了 去年帅掉新西兰老外旧爱后 最近被媒体拍到他身边 出现一位行男求爱者 据说男方发现记者后 可能不习惯面对镜头 表现不耐烦和尴尬 乐吉尔几乎每次身边有新欢 都被神通广大的媒体撞破 不知为何呢 他会不会都不是那么想上镜 我想不是很多 包括我自己都不是那么想上镜 但是他有没有想到什么 不知道 是否因为跟你发展 不想太多讲这方面 都没去到那个阶段 所以 都不知道怎么说 乐吉尔不想多谈性对象 是因为想保护刚刚萌芽的爱苗吗 不过看来他也不是爱情之上的人 离婚后要自理根深的他 努力工作赚钱 除了成立个人的视频品牌 最近也加入真人秀节目赚人民币 可是他好像是不会说普通话的呀 之前都有去内地参加这个真人秀节目赚人民币 和泳主一齐都很开心 因为他帮了我很多 他帮我翻译 其实都是第一次跟他合作 第一次跟他聊天 这个都很难忘的机会 夜市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